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必师 你恐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韩环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是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欧洲副国挪威 挪威亦是号称 在澳战争当中赚了很多钱 因为在欧盟帮他买很多天然气 现在赚这么多钱居然跟欧盟 当然挪威不是欧盟国家 但是它是和欧盟共享单一市场 原来在访华旅程结束之前 挪威首相接受媒体访问时 原来就是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 就是中国和挪威关于建立绿色转型对话的联合声明 挪威首相就说 挪威不是欧盟国家 没有 和他们有共同政策 同时挪威也不生产 是汽车零部件 不会参与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动作 挪威首相就说 我们也不是欧盟国家 不跟着你 不过有些欧盟国家 就算他是欧盟国家 他也不想跟 一跟着自己就更糟糕了 原来在挪威 电动汽车已经成为了绝对的主力 很厉害的 他们国家叫做公路联合会 OFV也有统计 就说受Tesla Model Y 和现代科纳还有日产 凌峰等车型的推动 8月份 电动车已经占挪威新车注册量 很厉害的 94.3% 其实它反而是助言起行 这个欧盟逢得 我们要在限定排放 要领先全世界 但是技术贵 贵不要紧 都要加征 是祝国电动车关税 这些东西很矛盾 贵的话 别人买不买 你没有了incentive 你怎样去激励别人去买电动车 老板 原来看挪威 8月份 挪威人8月份 买了10,480架车 其中摩都外销售量很高 超过2000架 佔挪威 电动车总销售量18.8 我们国家也积极拥抱新能源 已经设立了2025年前 只是销售炭灵排放汽车 被欧盟赢了10年 挪威呢 是呀 它是钢水分配 其实它的水能很厉害 还有就是水质不丰富 而产生充分的电力 它们国家的电力资源比例 大约是水力发电80% 风力发电20% 都是清洁能源 并且在挪威购买电动车 是没有各种的科捐集税 政府也允许私家电动车 使用公共车道 以及停车有补贴 它们给人补贴 挪威也挺厉害的 挪威是世界这么小的国家 其实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以及是西欧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但是拥有着全球最高的石油价格 稀有价格一般 也挺厉害的 一般都是成本很高的 所以消费者就铁心 不如用电动车吧 那也很正常的 那当然 这个挪威呢 它都非常的务实的 原来就希望 可以在绿色能源再和中国合作 因为实际上中国在绿色的 能源科技方面 都是非常的厉害的 原来这份和中国签的备忘录也有说 双方将根据各自不同国情 本住平等互利的原则 应对气候变化 还有是塑胶的污染治理 环境保护等等的重点领域 还有是开展政策对话 经验分享 技术分享 还有是项目合作 推动经济发展 绿色化和低碳化 那挪威原来还说 其实呢 我们还有很多合作 原来挪威的首相 刚刚 去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之城 就是浪笨 浪漫 浪漫 上海 切了几块三文鱼 你吃了 请在场记者和其他参与 现场的人士 就请你摇一块三文鱼 他也推介挪威 原产三文鱼 是否坐船一蓝黄曝光的夜色 到中国正式访问的首相 斯特勒 原来亦用了两天时间去上海 在访护期间 斯特勒 特別是挪威政府鼓励企业 充分地用上海提供各种优质的资源实现 在华更大的发展 另外他更加看了中国的基建 他就是坐高铁到达上海 以及去了东洪桥中心 参加挪威海产推降会 当时手上都带着围困 试试试试 斯特勒说海产品 其实是挪威第二大的出口产品 因为他也是三文鱼很有名 还有其他 很高兴看到挪威的海产品 对中国的出口不断增加 希望挪威企业和中国可以 合作进一步简化流程 缩短 是 运输时间令挪威的海产品 更快到达中国人的餐桌 当然他也有一定经济利益 他就和 反而 因为他不是欧盟国家 我发觉他反而做过正路 推广产品 根本应该是这样的 搞这么多贸易接种 也对 又推广产品 请你吃三文鱼 原来他也在福建大学演讲 原来挪威很多人在上海留学 始终是国际大城市 中挪两个学生交流 也有的 他也说自己 原来很久之前 1995年 已经30年前 作为挪威代表团一员 首次访问中国 见证了 是挪威大学北欧中心成立 说句老实话 其实到此时此刻 北欧几大国家对中国关系都还好 真心说是还好 但是西欧 你知道 有这个德国的六党在 你就很难搞了 原来他在回答学生提问时 斯特丽也说 罗中两国在造船和新能源 人民交流方面 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应该多交流 他也有在福建大学讲话 他说 挪威的造船业有游久历史 累积了丰富经验 中国造船业的份额 已经是超过世界一半以上 而挪威的企业 就是能够为他提供技术 哎呀 他意思你们有人力和其他东西 我们就有技术 双方优势互保 实现为互利共赢 最好当然是好 他也说 中国近年来 在生能源技术的发展迅速 包括太阳能电磁板 电动车等等有广泛的影响你 挪威始终是自力维护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你以为中国的官员说的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你也常常说的 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在绿色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 回顾访华之旅 回顾访华之旅 今年是罗中兼交70周年 两个国家很多领域都已经合作 取得长足的进步 这次访问为了为两国关系 下一个70年打好发展基础 希望罗中两个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在攀手应对气候变化等等的全球挑战 一起去博杀 他之后亦是昨晚在上海飞回挪威 看来挪威都比较冒实 说真的不单止他冒实 有些人都挺冒实 就好像欧盟的最高外交官博雷 他原来月头也说过 就说西方应该承认中国制度的成功 虽然欧中制度不同 有很多分歧 但欧盟呢 其实博雷里说的 欧盟不能跟中国开展系统性对抗 但你说系统性竞争对手 挺你 欧中不如做伙伴 中国挖起是客观事实 其实西方是阻止不了 这个博雷里 其实他已经有体量这么大 是的 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像以前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为什么人家说你一定反击 要出声 不出声就行了 你觉得可以吗 韬光养晦 就是人家说你也不出声 当时刚刚起步是要这样的 但现在体量已经上到一个 相当无法忽视的地步 你想韬光养晦 他肯不肯给你 是吗 你要想想国民的感受 当然中国也是走自己发展道路 这条和传统大国挖起有点不同 传统大国挖起 你们经常说中国是什么 中国有没有殖民过人呢 我想问一下 不过你会说有的 我认识一些陆人说 台湾就是中国殖民的 蛤 你也挺无常识的 中国是一部份 对 还有福建沿海的人 你现在说的是大伊 其实也是问南话 是吗 那些人是哪里过去的呢 个个都不是 都在福建 或者是广东过去 也挺多 当然了 还有 以前的黄友说 中共殖民 中共殖民是吗 中国殖民是香港 这些只是淡笑 当然 明年也是中欧建交 就是五十周年 中方也希望 和欧方一起 坚定地发展 也希望深化沟通 不过这样 老讽不知道是否肯定 老讽 老讽 很难搞 困难 困难重重 来自欧科 好 今集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